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光于最后吃的这种菜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花买一个吧 没有什么很理想的选择 一袋就够了我觉得 太小了太小了 拿两桶应该可以 学着的拿一个这个羊奶 可以我本来都看得烦了 他放了个包装看着顺眼的 这个直接喝很好喝 吸油汁 拿一口 拿个这个尝尝吧 包饺子的话也可以用 这酱挺好用的 像剁椒酱什么的 我们今天用完了 所以是这个好吃的 对 就拿这个我这种 拿两桶 好吧 货物完成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马上就要和我三年未见的父母相见了 刚说完就出来了 好顺利 假行李一点也不多 哎 有抱一个 爸妈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来推着 慢点慢点慢点 然后就是 就比如说这种 辣椒啊什么的 干辣椒 这边就没有国内买的那么好吃 那么精细 包括有一些调料 所以带了一些 然后那边呢 主要就是 有可能三分之二都是宝宝东西 然后还有一小部分是我的东西 其实我还转运了很多 这也是其中一部分 就这种稍微轻一点的 然后让我爸妈给带过来了 今天是12月31号啦 然后我们现在在准备一些今天晚上 跨年晚餐需要准备的食材 今年会比往年稍微热闹一些 因为毕竟有四个人嘛 也很久 五个人 五个人加一条狗 好了 现在发现我们的灶台 不太够用 实在不够用 这个是熬的一锅汤 这边是卤的一锅肉 这边应该是刚焯水的汤 然后这边我跟叶哥准备来做一个牛排 排骨先 调一下我一会儿准备做的这个 韩式牛排骨的酱汁 首先要用到的就是这个辣酱 这个就是一种比较甜的 专门烧烤的时候腌的酱 就是通常情况下自己是要熬一些 那种苹果梨的姜 然后把它打进去 这个里面其实含的就有了 我就不用自己再加了 再加点这个黑糖吧 主要可以让颜色更好看一些 加了点黑糖和黛糖 这个辣椒粉它不怎么辣的主要就是增色 可以让颜色看起来更加红润一些 接下来就是这种红烧酱油 生抽也加一些 其实我每次做这个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量 就是凭感觉放吧 有的时候可能多点调味料的时候少点调味料 然后再稍微加一点这个麻油芝麻油 刚才那个抽水的肉汤也就抹着倒进来 我爸准备来剁一些肉当饺子馅 然后来看一看这边 这边我妈在和面 往常我俩都不愿意剁面 今年终于可以吃上自己擀的饺子皮了 不行不能让东北人看到你擀的这个皮 你可真舒服乐乐 起来干活了 这个捏是想要捏的这个 这块包好了可以动起来了 准备吃我们的跨年晚饭了 刚才在忙别的都没顾上拍 这小子还行 没有煮烂 原本以为这个皮会比较软 然后一盘虾 一条鱼 素菜稍微少了一些 只有一份我妈拌的凉拌菜 然后卤水拼盘 你的这个菜看起来也太清淡了吧 我的天呀 我觉得就是水煮菜 看我们做的这个多么重口味 这牛排骨没有放一滴油 结果熬出来了这么多牛油 第二份儿酱子 准备吃饭吧 没有灵魂的开酒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 新年 除了 吃饭 吃饭 这鱼就行吗 你没吃完 不行 今天我们带我爸妈他们出来玩了 他们已经来了一周多了 但最近每一天都在下雨 刚好到了加州的雨季 太小白人在这儿了 前两天刚刚走五月 就随时有可能准备发动了 之后如果生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腾出来玩了 今天就赶紧先来海边玩一玩 我们第一站先来了这个Vialido 前一段我跟叶哥来过一次就觉得这还蛮好的 然后我们就准备来这先吃一个brunch 我们来吃这家马里布饭 前一段时间我跟叶哥来过这一家吃 我觉得这家还不错 因为我们之前看那个Netflix上的那个Selling Old Simber 他们就经常在这个地方举 所以我们那次刚好来了就尝了一下 前几天我们也在重温那个佛小刚的不见不散 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举过几度 所以就带欧巴妈来看一看吃一吃 我们可以吃的brunch burrito brunch burrito? 对 对,跟烤鸡肉 完美 烤鸡肉 好吗? 好吗? 和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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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和鸡肉 好吗?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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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拿去 鸡肉 没关系 咋了?不能吃吗? 不是不能吃 忘了加牛果了更好吃一些 就是普通的beef burger 但是味道还不错 它这个泥是土豆泥跟西兰花泥 也挺好吃 挺健康的 嗯 它没有很多酱 这就是肉 非常的熟 我把这里面泡着这个糖给吃了 你吃到外面 你就不怕 就啥怕的 我都这样了 一破腕破摔了 我都已经胖成这样了 我还怕啥 包粥不好吃 全是油 没事 肚子里全是油出不来 来到 我的一道酥菲米旺盛 你是不是搜过那几栋房子 去哪儿的先搜房子 所以买不起 也就一千来万吧 是吧 哈哈 这边也好 嗯 到了 我们又带着Royce来了 来晒晒太阳 叶克冲张的摄影师 哎呦 看给你着急的 给你着急的 看给你着急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Bubble Island的 算是比较里面了 然后找到了一个站桥 因为我爸前两天买了一个鱼竿 就想看看这边 东东钓钓起来的鱼 就在找一个地方 刚才去Bubble Island那个长的站桥上 发现没有一个人钓起来 就来这边来看一看 这个小岛就还蛮安静的 之前我跟叶哥没事了 就开着车过来这边走一走 No smoking啊 写的专门写了 我们带上了装备 准备去码头上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钓起来 估计钓不起来 因为这是可以钓鱼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钓 所以 那也许小年轻的看着也不少 租个船 就是这样摇摇摇摇摇 然后你已经把那个泥眼儿给装上了 对 它这里面鱼肯定很少 好了可以了 你看我们已经是准备着捞鱼了 王已经准备好了 那儿那儿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我们了 撩了个小头 勒勒看不见 看着狗 海狗 刚才那边有个海豹漏了个头 然后这边这还有一只 这有一只 刚才在呼唤它 所以这鱼 都被它们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钓不起来了 他们也在钓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竞争对手 看看谁先能钓起来 我爸一个人在那边 目前大家都还没有收获 不是勾着啥了 挂着啥了 挂了个海带 估计 但估计很难 这又有鸭子又有海狮 里面的生物 跟我们竞争的太多了 俩船过了 等你最后再来一杆 钓不着就准备收摊了 不是你平常打球 心里就是什么 连进五个三分才能回家 你再钓起来一只鱼 才能回家 那你回不去了 走了 我们迎着夕阳 准备回家了 今天钓鱼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在这个岸边走一走 坐一坐 还是蛮舒服的 小朋友们都还在努力的钓 他们也还没有钓上来 上周呢我收到了 焦夏寄给我的极限产品 焦夏这个品牌呢 相信很多朋友 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我记得当时我在国内 上大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1314年 我跟我室友呢 就买他们家的那个 特别有名的遮阳伞 今年夏天呢 我还专门又从国内转运过来 他们家的那个折叠墨镜 还有一件防晒衣 当时我还不知道 实际上焦夏在美国是有官网的 并且产品线呢也特别全 所以很开心现在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很方便的买到焦夏的产品了 焦夏品牌呢 之前一直是做那种防晒的产品 非常有名 现在呢又推出了一些冬季防寒保暖的系列 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穿搭的基础款 整体的风格呢 就比较偏向日常休闲和户外风 就是我现在怀孕9个多月 整个人就比孕前胖了30多斤 一部分产品的上身穿搭呢 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 所以有几件衣服呢 我就先给我妈妈穿了 经过这段时间 我跟我妈妈的穿搭和体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焦夏几款产品的穿搭和使用感受 第一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羽绒背心 我选的是这种比较亮的纯白色 这个马甲里面填充的是这种高蓬松度的白鸭绒 所以整个蓬松度很好 并且它填充的很饱满很均匀 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这种羽绒材质的 又是白色的会非常难清洗 但实际上它这个面料里面镀了一层膜 除了防风保暖效果好以外呢 还可以防污防水 像平常我可能会穿这种比较宽大的卫衣嘛 然后就把这个马甲一套就可以出门了 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在里面穿一个这种脖的长梯 或者是短梯外面套个马甲 然后这个胳膊呢就会非常灵活干活很方便 下一件呢就是他们家特别火的这一件契绒服 它是这种现在很流行的内胆风吧 就是天气冷的地方你可以作为一个内胆来穿 外面套一个大衣或者套一个羽绒服 像洛山街的冬天呢就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外套来穿 气容是胶下自己研发的一种特殊的保暖材料 它轻薄的同时呢保暖效果也很好 并且有一定的防潮效果 下雨下雪天都不用担心 我很喜欢它这个兜布的设计 除了上面有一个这个大口袋以外 侧面呢也可以方便插手进来 还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袋子 像出门hiking的时候呢就可以挂一些什么钥匙水杯啊 墨镜啊在这个地方 我跟我妈都很喜欢她穿上去这个后面有点这种翘翘的效果 就增添了一些设计感 下面一个单品呢就是他们家今天非常火的这个户外紧身裤 这套户外裤整个剪裁啊 还有它的塑形性很好 就是它在这个胯部和这个小腿部呢都有两个弧线的设计 就非常修饰腿型 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可拆卸的这个坐臂屁垫 这两个垫子就可以让臀部看起来更加完美 如果不需要的话也可以很方便的取出 这个裤子的材质呢和我们平常穿的那种leggings啊或者是鲨鱼裤不太一样 它是叫做耐磨肌理面料 就完全不会起球 然后同时呢又可以保证素干透气 下一个想分享的就是一个这样的针织帽 这个针织帽刚拿在手里呢就觉得整个质量非常好 它的走线很工整 同时呢很有分量 就是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 像这种针织帽啊冷帽也好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帽型 边缘的厚重程度呀 包括它的这个长度 稍微错一点点都很影响戴上去的效果 这一款呢我觉得它修饰脸型的效果就很好 像我马上洗完货要坐月子嘛 可能就会懒得洗头 然后它就可以帮助我遮一下我的油头 另外呢它有很好的保暖效果 生活在家中呢一年四季不能忽视的就是防晒 所以我又挑选了几款他们家的防晒产品 首先呢就是这个贝壳防晒空顶帽 这款帽子它是有这种双重防晒的设计 像它这个外面的贝壳设计呢 就是很好的能够增大防晒的面积 然后里面它是有一层这个黑胶 就可以阻挡紫外线 上面它是这种空顶的设计 所以整体的透气性很好 戴上去也比较舒适 也不太容易弄乱发型 可以利用后面的这个扣呢来调节帽围 并且它是可以这样卷起来收纳的 这种防晒冰袖呢我几乎每个夏天都在用 之前呢就是随便在Amazon上买的 然后这次拿到胶下的这款之后呢 才感受到了这个质感的差别 像这种小东西呢可能你多花几块钱吧 就买一个更加专业的品牌 整个实用感呢还有寿命都完全不一样 就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冰袖的质地呢就是丝丝滑滑的很清凉 它的袖口呢是有这种防滑设计的 像夏天呢我们穿一个T恤 它基本上能从这个大手臂 到我们的手背完全的防护到 最后一个想要分享产品的就是 他们家的这个折叠墨镜 我之前买过一个这样琥珀色的 但是它的遮光率会低一些 就比较适合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 比如说半网遛狗的时候戴 这次呢我选择这两款比较百搭的颜色 然后它的遮光率呢也会高一些 这一款的颜色呢是叫做冰椰棕 它的整个镜框呢和镜腿 是这种比较透透亮亮的棕色 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亮眼 另外的这款呢就是绝世黑 男士也完全可以戴就比较百搭 交下这款墨镜的特点呢就是可以折叠 然后所以就很方便携带 它搭配的也有这样的一个很小巧的眼镜盒 这款眼镜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重量非常的轻 我撑了一下大概只有17克多 就是属于你戴在脸上没有什么太多存在感呢 这个墨镜的设计呢就很适合亚洲人的脸型 像我这种鼻子不太高的笑起来的 这个颧骨也不会碰着这个墨镜边 两边的镜腿呢也是有一定弹性的 所以就可以适合所有脸型和头型 前几天又收到了脚下的这个智能发热围巾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发热围巾整个填充材质呢也是那个CLO气龙面 外层是这种比较高密度的防护面料 然后里面呢是这种很短的摇绿绒 这个发热围巾最有科技感的一点呢就是 它随身携带了一个这样的电池 而且这个电池重量非常轻 只有大概300克 戴上的也完全不会压尖 插上这个电池以后呢它是有三脏的温度可以调节 它的发热的部分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像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随身携带的暖宝 它的穿戴方式呢也很简单 整体长度因为没有很长嘛就不会很邋遢 就这个洞它给穿起来就行了 而如果不想勒得这么严实的话呢 当然也可以就是把它这样搭在肩上 除了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围巾来使用 它也可以用作热肤 像是来姨妈肚子疼呢就可以用它来暖腹部 然后可以暖腰 用途还是很多的 它的外包装是这样很精美的一个盒子 送人呢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礼物 这就是我这次收到的所有交叉的产品 和整体的使用感受 如果对这些产品感兴趣呢 我会把产品的链接放在 视频下方的info box里 我也会努力为大家争取一些折扣和优惠 叶哥刚才为宝宝设计了一个他之后洗澡的set 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用 因为通常可能大家洗澡会在浴缸里 没有完美 处女坐的世界里没有完美 就是要不就跪在这这样洗 或者坐在里面总是就要弯腰或者是蹲下 就比较累 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台子还蛮大的嘛 在这个地方放它的浴盆 这样就可以站着洗啊 就会轻松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家原本的水龙头嘛 然后除此之外就买了两个配件 一个是这个转换头 就需要让这个水管和这个水龙头连接起来 这转换头的尺寸有很多 然后我们家的这个size特别难买 就是比其他的要小一些 然后也是找了很久才买到了一个转换头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也是 就在amazon上买了一个这样的淋浴头 把它给连上 现在就是如果平常在这个水汤里 给宝宝洗个屁股啊之类的 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淋浴头来给它冲洗 哦对 就是平常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装一个快捷头 然后它就可以当正常的水龙头使用 然后这是我们的洗澡装置 它本身这个花洒的还配了一个架子 就刚好给把它架在这个浴盆上面 就可以放水了 像现在这个它变绿色了 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了 这个出水口刚好是对着我们家下面这个水汤 然后就把它给抠 然后就刚好从这个下面就放水了 完美 完美 我们今天来家附近这边有个公园 在手吧过来钓到鱼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烧烤的东西 我现在是38周多了 离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是我生之前最后一次出来玩呢 天啊 这是鸭子吗 鸭子能飞这么高吗 这反正是水里的植物 不是植物生物 像是 这脖子特长 这鸭子变了头了 这啥 搞笑 鸭子 鸭子 我昨天在家穿的羊肉串还有牛肉串 一会儿就准备来烧烤了 咱们光把菜拿上去 我们自己带了个架子 但是感觉回去洗了点麻烦 所以就干脆用它这个县城 然后我们在上面再铺一个干净的架子就可以了 我们的邻居掉下来了一条 引起了围观 掉下来了一条小的 我爸把人家钓起来的鱼给杀了 准备吃 哇 你这么快可把人家杀死了 哇 太可怜了 不是不吃 嘿嘿 嘿嘿 啊 火突然很大转 火突然很大转